韓國瑜市長到大陸去拼經濟呢 其實我講一句話 這是民進黨在演一齣連續劇 叫做韓國瑜賣台七日遊 就是這一齣連續劇 那一開始其實這個編劇 就是把中聯辦把它妖魔化 然後把它講得好像是一個 無比這個權力制 權力非常厲害的一個 多高的一個機構 還可以指揮解放軍 還可以無孔不入這樣子 這是編劇先這樣編 然後韓國瑜在那邊 所做的經濟的事情 參觀自由貿易港區 然後去看軟件園區 他都不講 他就從頭到尾一直在講說 你怎麼可以去中聯辦 那所以我在這邊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都回到台灣來了 我覺得這齣連續劇 好像還要繼續演 除了說要你寫報告之外 一個月內你報告高中市政府你要寫給我入委會 到底你們這一次七天做了什麼 你在中聯會說了什麼 之外他還跟你先跟你下個威脅 有可能要罰你五十萬 有可能要關你五年 我覺得說你現在就把這個東西 這個有點威脅性的口氣 都先講出來 那我覺得 官司你在做 你到時候你到底要怎麼樣 處罰韓國瑜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 論述 沒有人可以想得到 所以我覺得 從高雄市議會昨天這個動作 我認為 這連續劇還沒演完 我去 找一下 你